國務院長 部長可以冷靜一下 因為今天一整天反對黨會叫你 明天就加入聯合國 後天跟美國建交 然後下禮拜總統出席APA會議 搞不好還跟中國先戰 不會啦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再冷靜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都是不務實的 我們江委員過去是台積院APA中心的主任 他比誰更了解 台灣加入APA之後可能的一些 限制跟障礙 所以部長我們就好好 冷靜的交換意見 第一個海峽中線不存在 這個概念 中國外交部長來你去如 已經不存在了 那部長跟外交部第一時間也做了一個 非常強烈的回應 部長可不可以再說一次我們對海峽中線的立場是什麼 海峽中線是 長期以來維持 台海兩岸和平與穩定 以及維持台海兩岸現狀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象徵 我們在過去幾個decade 我們的飛機和對岸的這個飛機 對於這一條中線是有默契的 也才能夠維持和平與穩定 但是中國外交部宣稱說 這一條線不存在 那顯然就是要摧毀我們台海的這個現狀 沒有錯是破壞 絕對不能接受 但是部長一提兩面嘛 過去我們認為這條線是所謂的默契 是一個tested agreement 或 gentleman's agreement 沒錯吧 可是現在當我們講說 你改變了現狀 等於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正式承認有海峽中線存在 是這樣子嗎 我們外交部是正式存在 來承認了有海峽中線的存在 這個不是說正式的承認 不正式的承認 這個就是一個tested agreement 這個是長期以來 我們彼此都有接受的一個那個tested agreement 沒有錯啦 他是tested 但是你make it public 對沒有錯 所以他是 你等於是indos說 海峽之間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是沒有錯 沒錯吧 這是我們公開的宣稱 對 換句話說一方被限制了對方 某角度也限制了我們 是 沒錯吧 好 那你的這個回應裡面提到就是說 我方立場很清楚 認為中國是破壞了現狀嘛 那你在你的訪問裡面或記者會提到 國際應該給予譴責 是 部長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到目前為止 國際的反應怎麼樣 除了媒體的報導之外 有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 或重要的人士出來說 中共 破壞了所謂海峽中線 破壞了現狀 我現在手頭上是沒有 但是有很多的國家已經跟我們反應了 那在 這種私下的這種交談 或者是說意見交換當中 的確是有很多的國家跟我們講到 他們對於中國的這些做法 沒有 部長 這就是我要拜託外交部全力動起來的地方 是 從9月20號中國外交部發言到現在 一個禮拜時間了 我這兩天來請助理還有我自己拼命的去找新聞 除了新聞的報導之外 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或一個重量級的學者專家 來出來譴責中國說 你這個所謂沒有海峽中線的說法 改變了破壞了現狀 未來有沒有期待有些國家出來講話 除了in general 批評中國之外 對海峽中線 已經沒有這樣的說法 出來批評推翻的 有沒有 有沒有期待這樣的努力的結果 我現在手頭上是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繼續來努力 部長拜託外交部 我們總希望看到 美國總是可以講講話吧 這條線是他最早他們話 是他們話的 他們說的吧 美國國防部已經有講話了 對啦 但是他怎麼說 他只是一般的簡直的講到中國的一些挑釁嘛 但是沒有針對海峽中線這個東西 具體的說明 中國這個說法是錯的 甚至改變了現狀 所以我現在要求外交部就是說 我們各外管應該動起來啦 除了媒體之外 在國際社會 一些國家的政策跟立場 應該表達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概念而已啦 就是說 現在老共的軍事動作很大 可是外交部的同仁工作 部長在你帶領之下 一個很重要就是 打國際戰 輿論戰 外交戰 萬一兩岸發生衝突 甚至是這種全面的戰爭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讓國際的輿論是支持我們的 是 如果連這個海峽中線這樣的概念 被破壞了 尤其部長說他已經破壞了現狀 那別的國家政府 沒有人去indose我們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會有問題的喔 是 所以部長外交部這一塊 要再更努力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努力 好 另外一個江委員剛剛提到了 我們目前不尋求跟美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這我同意 這是目前現階段是不切實際的 但不表示這不應該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吧 我們現在只是從務實的角度來講 這當然目前達不到嘛 部長 是 同不同意 同意委員的這個說法 好 我在外交部長的任內不曉得還有多少時間 但是在我的有限時間 部長我向你繼續做啦 在我有限的時間裡面 就必須要一步一腳印 非常踏實地去推動深化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這個關係 好那就回過頭來講 Short of diplomatic ties 我們能夠做到什麼地步 我當然知道這個建交是不太 限短期的不太可能嘛 但沒有辦法全面建交 情況之下 我們有多少可以努力的空間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對不對 好部長請問一下 是 這個所謂的台美經濟商業對話 是 在宣布之前 美方有跟我們先討論嗎 有一些意見交換 那之後再由那個助理國務卿對外來宣布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先有一個默契或講好了 而不是突然美方說出來我們才知道 不是吧 是 所以雙方有一定的默契 知道要建立這樣的機制 是 好部長這是什麼樣的機制 這個是在貿易之外 要加深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的經濟的 這個關係的一個對話機制 那其實美國跟部分的國家已經有這些機制 不管他們是叫做Economic Dialogue 或者是Senior Economic Dialogue 或者是Security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都是這一類的性質 那就是要跟台灣建立這樣子的這個經濟的 對話的機制 好部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跟TIFA的關係是什麼 哪一個位階高哪個位階低還是分工還是什麼 這個沒有所謂那個位階的這個問題 一個是屬於USTR之下 有關於那個 我知道一個是國務院 然後一個是國務院之下 有關於那個經濟的 可是我們這邊談判的對象都是經濟部啊 對方是不一樣沒有錯啊 對方USTR 然後這邊是State Department 我們這邊主要是經濟部主導嘛 經濟部 還有對外談判 還有外交部 我們外交部也有參與這個經濟的這個對話 所以它的內容是 是重複不一樣還是什麼 對談內容 那個不一樣跟TIFA不一樣 TIFA完全 所以TIFA會繼續在 TIFA會繼續存在 好那部長 TIFA已經停了好幾年了 是 在這個所謂經濟商業對話 開始之後 TIFA會不會 resume 這個當然是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啦 當那個國務院這邊宣布有這個經濟對話之後 那整個華府的氛圍都是說 台灣跟美國之間 有關於經濟或者是貿易方面都應該強化 所以這個整個氛圍都已經改變了 那經濟方面的對話就是我們持續的來推動 所以經濟商業對話繼續 然後TIFA也會同步進行 也會來努力 那我請問一下 BTA在哪個地方談 BTA 是在這個經濟對話還是在那個TIFA 不會跟經濟對話 因為經濟對話是國務院處理的 那有關於FTA是屬於USTR的特 所以FTA BTA都是在那個所謂TIFA裡面談 換句話說 如果TIFA沒有恢復的話 BTA這個東西基本上 繼續談的機會不大 也不一定 TIFA是一個架構 我知道 它也是一個平台 對話的平台 那如果說這個TIFA resume的話 或許BTA是可以在這個下面談 但是BTA本身它就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也可以單獨來談 BTA我這次必須要回過頭來問 那到底現在這個新的台美經濟對話 它要談什麼 我想經濟部在上一次的對話之後 已經對外有所說明 包括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經濟繁榮網絡 那除了我們台灣跟美國之間 還有其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那個 就是like-minded countries 會加入到這個組織裡面 那另外還有乾淨的5G 那我們之前已經跟美國同時宣布了 我跟那個AIT的處長已經宣布了那個 5G安全 那另外還有很多的 雙方之間的這個經濟的這個議題 包括那個那個產業鏈的那個重組 所以這個商業對話談的是比較高層次的 戰略層級 包括EPN 5G各這種大的東西 沒有錯 然後實際雙方的經貿的這種所謂關稅 各方面的開放等等 是放在TIFA或者未來的FTA談判裡面 對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分工 是沒有錯 那接下來實成的部分 就我們外界了解是一年一次 沒錯吧 現在這個經濟商業對話 還沒有仔細去談到這個 要等到下一次正式的對話的時候 才會敲定 可是他不講算是一個annual dialogue嗎 希望是能夠每年都能夠來進行 那如果說能夠成為一個 每年進行的這個機制的話 對我們台灣來講會非常好 那他是輪流在各方的首都 或者說各方的地方辦還是 通常 如果是這種dialogue的形式的話 通常都是輪流在各方的首都或各方的地方辦 好 那部長我最關心 或是大家民眾最關心就是說 這個會不會因為美國的政府出現變化調整 而這個胎死腹中就不會再推下去 是不是這個只是川普政府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不會 就是說台美雙方如果說建立了這個annual dialogue security dialogue 那個economic dialogue 或是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已經建立了之後 這個就是變成雙方之間的這個一個對話的機制 會持續的來推動 所以部長 不會因為政權的轉移而影響 今年會不會有 就這麼簡單 我們正在努力推動它 努力在今年希望能夠 因為剛才提到嘛 一旦有了先例 一旦了第一場 那以後就會不斷的延伸下去嗎 我們正在努力推動 如果說今天在美國選舉前 能夠達成答案之外 如果沒有推到選後 那變數也有啊 所以我們總之希望 今年有辦法可以啟動第一場的對話 好不好 我們正在努力推動 OK好 謝謝部長 好謝謝羅智任委員 來部長請回座 好接下來